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我都去找了一條文 然后就去看一看 OM 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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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m Pabitra, Paritrova, Savavastam, Gatopiva, Yasmaret, Bundarika Ksham, Sabaya, Vyantara Shuchi, Sri Vishnu, Sri Vishnu, Sri Vishnu. OM Madawaya Namaha. OM. OM,Madawaya Namaha. 然后再进水一遍 然后再再进水一遍 然后再进水三遍 然后再进水二遍 然后再来个人 你没那个意思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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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其他人 OK 所以刚才念的那个试节是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干净 不干净 无论经过什么样的状态 处境 只要能够记住长着莲花盐的主 Krishna 内心 内在和外在都变得纯细 他们所提高的偷重 确实属住 人们的城市有销售 和外居汉喇与大徒 有位优胜者 vin 这种属性 配合女的湖山 山上奏 魂 天 山上奏 靠騎 靠騎 mend 靠 靠 优优独播剧场—— 在传统上,当奉献者要得到启迪的时候,我们就会谈论一些内容,让大家了解启迪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要启迪的候选人,还有其他在座的唐官的各位,今后临近的路途,这个谈话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将要接受启迪的人,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们就要接受誓言,然后可以净化自己。 那么在梵文里头呢,整个这个程序叫Samskara。 Samskara的意思就是一个净化的仪式。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宗教传统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净化的仪式。 所以同样,在培养Krishna意识的过程中,在培养Krishna意识的过程中,也是有净化的仪式。 实际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净化仪式。 甚至是从要准备怀孕开始,都会有净化仪式。 所以,对于准备要怀孕的那个叫Garbha-Samskara,就是子宫的净化仪式。 那么,这个Samskara,实际上就是那个净化仪式。 从一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在这个智慧的知识的伟传承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些净化仪式,实际上就是从小开始就要提升一个人的意识。 那么,这个在开始就是接受受孕之前的那个净化仪式,是为了让父母能够净化自己的意识状态,可以能够召唤来这个更好的那个个体投生,能够在人生当中是一个更有资格的状态。 因为,按照Krishnan意识的整个真相的哲学,这个真正的我,灵魂,它是永恒的。 是真我,那个灵魂,在不断地轮回,从一个身体到另外一个身体。 正如一个人经历童年、青年和老人的变化一样。 那么,在他离开这个身体后,就会进入另外一个身体。 Dira's thoughts are on the Muya tea, means that one who is dira, one who is self-realized, is not bewildered by that change. 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觉悟自我的话,他就不会被这种身体的变化所迷惑。 所以,永恒的灵魂,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这样不断地轮回。 然后,从一个身体到一个身体,就是有不断地有不同的生命观,带着他们去进入不同的身体。 这个就像是空气携带方向一样。 正如,我现在已经坐在这里五分钟了。 然后,我已经坐在这里五分钟了。 然后,我已经坐在这里五分钟了。 就像我坐在这个地方,五分钟以后,你看看整个的香火从那边,然后就到这里来了。 所以,空气携带着这个香的方向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所以,Krishna说,同样的,就像空气携带方向到不同的地方。 那么,个体灵魂呢,带着不同的生命观从一个身体到另外一个身体。 这就像空气带着这个方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身体。 那么,对于那些人在前世从事过某些虔诚活动的个体来说。 Krishna对这一点在佛家梵歌里也有解释。 实际上,下一生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这一生是怎样的,都是根据我们前一世所做的这些来决定的。 Arjuna问Krishna一个问题。 他问Krishna说,如果一个人走上超然之徒,但是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走完,没有完全做到的话,他的来生会是怎样呢? 他问他说,那这样的人会不会他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是这个云朵,消散了。 换句话说,他要问的就是说,一个人走上灵性之徒,如果他在这一生没有圆满的话,是不是他什么成就都没有,在物质上,在灵性上,就什么成就都没有呢? 他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自己的这种人生? 很多人就会讲,你看看你,你在灵性上努力半天,你什么都没得到,否则的话,你要是在物质上去努力的话,你可以得到很多。 他会不会说,在这一生当中,为了灵性的自我的觉悟,然后牺牲了那么多,物质上没有追求,然后最后也是什么都没得到吗? 所以说,作为永恒的那个生物,他在这一生举行了这样的祭祀,到最后他到哪里去啊?他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菲师呢就解释说,像这样的人,当他到了下一世的时候,他会在,就是从这一生积累的那么多,然后再开始。 所以,菲师呢,在今天里就解释说,在灵性之徒上,往前努力的话,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不会有任何失去。一个人在这条超然之徒上,哪怕前进一点点,都会使人免于最可怕的危险。 所以,那个在觉悟自我之徒上,寻求努力的人,尽管在这一生也许没有圆满成功。 但是,下一世,他就会得到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身体,让他能够在超然之徒上继续前进。 所以,那个刚才说的,在怀孕之前所进行的Galba这种进化仪式,就是为了让父母能够吸引到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灵魂来投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进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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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在怀孕之前,从事这样进化仪式,就是要给那些个上仪式,在灵性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的灵魂。 这是一个再次出生的机会,让这对父母可以带着这个孩子,能够在灵性上继续向前努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经验。 所以,甚至在一个人投生之前,就已经有相应的进化仪式了。 。 然后,还有其他人,在他的整个一生当中,从他出生以后,还会经历不同阶段的进化仪式。 所以,所有这些个进化仪式的目的,都是让人能够在灵性之徒上不断地往上提升。 这样的话,一个人的,做人的最高的目标才能够达成。 实际上,作为一个永恒的灵性的自我,不应该总是跟这个物质的虚幻的能量场不断地发生关系。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不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进化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深深地捆绑在这个物质的能量场里。 在这个物质能量场里面,人们就会受到功利性活动的束缚。 而受到功利性活动的束缚的结果,就是人们不断地从事功利性活动,结果就让自己一生复一生,一世复一世地不断地轮回不同的身体。 对于那些个不愿意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去经历不同的进化的人,对这种人来说,那么帕拉的王曾经在经典里头有一段话说。 这样的人,由于他们的感官不受限制,这种人就会沉浸于各种各样的罪恶的活动。 那这样的人的结果就是让自己不断地往地狱前进。 那这样的人的结果就是让自己不断地往地狱前进。 这种人就会一生复一生不断地咀嚼已经咀嚼过的东西。 那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人他绝对得不到绝对真理。 sorry oder war their own efforts,也不能够得到绝对真理。 或者是自己的努力加上他人的幫助,對這種人來說,得不到絕對真意。 所以,帕拉德王他用了一個比喻,說我們總是去做那些咀嚼過的東西。 帕拉德王他有時候會說,總是要用那個新瓶子裝舊的酒。 換句話說,他們這樣的人一世復一世,其實一直不斷地重複同樣的事情,做過的事情。 他們在這一世完全忘了過去的生世裡頭,現在所做的事情以前其實都做過,所以不斷地重複。 從一個身體到下一個身體,再到下一個身體。 有時候靠從事一些虔誠的活動,讓自己稍微提升一點點。 有時候,又因為從事了罪惡活動,又讓自己又墮落。 但是,永遠不會結束生與死的循環。 所以,我們所舉行的這些淨化儀式,都是為了能夠讓那個靈魂能夠得到淨化、提升的。 這樣的話,讓真正的我能夠意識到自己,其實是永恆不滅的個體。 然後,應該停止生死的輪迴了。 然後,應該停止生死的輪迴了。 這是真正的進化儀式的真正的目的。 這是真正的進化的目的。 目的是為了停止一直不斷的輪迴。 所以,我們就剛才說了,除了剛才提到的那個淨化儀式,這一生當中還有其他的淨化儀式。 那這個進化儀式叫Panchasamskara。 這是五種進化的活動。 在這個梵文裡都叫Tapa,還有Pundra。 Nama, Mantra, and Yaga。 Nama, Nama, Mantra, Yaga。 Tapa, Tapa means austerity. Tapa means to voluntarily accept some inconvenience for a higher purpose. 苦行的意思就是為了靈性進步,自願地接受人生當中的一些個不便的狀況。 Nost people are not inclined to accept austerities voluntarily. 一般情況下,人們是不太願意說自願地接受一些苦行的。 Not the less, austerities must be accepted anyways. 但是,儘管不願意接受,但實際上每個人一生當中都要經歷不停的苦行。 Even those who want to enjoy unlimitedly, must accept austerities. 儘管人們都是想要無限的享受,但是他也必須要經歷同行。 Krishna says in Bhagavad Gita, All that you do, all that you eat, all that you often give away, as well as all the austerities that you perform, you should do from me. 那在《絕對真理》上就在《國家犯歌》裡說了, 你所做的一切,所給予的一切,甚至從事的口行都應該為我, 做那個絕對真理,應該獻給我。 In the Semait Bhagavatam, there is a ver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在圣典博家法坛里头,博家范往事书里专门描述了整个这个宇宙是如何被创造的。 在创造当中其实有无数的宇宙。 在无数的宇宙当中,每一个宇宙都有一个Brahma,是被创造的第一位生物。 实际上Brahma他进行的创造是第二阶段的创造。 也就是经典里记载说,这个Brahma首先先得到创造的种子,然后他再把它给播种下去,为了是能够创造出宇宙当中的多样化。 当这个Brahma在宇宙当中先出现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被创造的生物。 经典里就描述说,他是从Garbo-Daka-Sahyi-Vishnu的肚脐长出的一朵莲花里面,他从这里出来了。 Garbo-Daka-Sahyi-Vishnu的肚脐长出的第二个被创造。 从Garbo-Daka-Sahyi-Vishnu的肚脐长出一朵莲花,最后在这朵莲花上Brahma出现了。 那当他诞生的时候,实际上周围是一片黑暗,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他是宇宙里头第一个被创造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那为了解他自己的身份,他可以看到自己正在坐在一个座位上,就是有一个座位正在拖着呢。 然后他就想知道,那我坐的这个位置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找到了座位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能够找到自己是来自哪里的。 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坐在莲花上,而是相反,就开始爬下莲花。 结果呢,从莲花上面开始往下爬,爬爬爬爬爬,结果就遇到了哥尔波汪洋。 他其实当时就是在觉悟自我,想要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周围一片黑暗,怎么回事,旁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所以他就想知道,我到底是谁,我怎么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的探寻,自我觉悟。 现在的人们根本不想了解这样的问题。 现在人们从来不问说,我为什么就到了这里来的,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这里,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但是Brahma他不像我们这样没脑子,他必须要找出答案。 他到底要干嘛我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爬爬爬爬,爬到了哥尔波达卡, 从莲花井爬下去,就到了那个汪洋。 然后他就把他的脑袋放到那个水里头去看着。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听到有两个音节组成的那个声音震荡。 Tapa, means austerity. 那Tapa,梵文的意思就是苦行。 Brahma immediately could understand that Tapa means that he should voluntarily accept some austerity. 所以这个Brahma,他马上就能够明白,哦,我应该自愿地先接受一些苦行修修。 他把他听到的这个两个音节组成的这个梵文词当成是神性的蓄移。 他认为这个是神性的蓄移。 他认为这个是神性的蓄移。 他听完了以后,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 他就又顺着那莲花井爬上去了,爬到那个莲花上就坐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坐在那里,打坐冥想,冥思苦想自己的那个源头究竟是什么。 所以他在那里打坐冥想了天堂星球的一千年。 他接受了这样的苦修苦行。 他接受了这样的苦修苦行。 他这样的苦修苦行的最终的结局是, 他的一切的真相,从哪里来的身份等等,都向他揭示出来。 所以在圣典佛家法团的第一节诗里就说, 天耶 Brahma Hidayah Adhikaviyayi Vujanti Yatsurya, 在这个经典里就说了,至尊绝对真理, 把所有的真相在Brahma的心中向他揭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至尊人对他的苦心感到非常的满意。 因此就把Brahma的真正身份揭示给他。 不仅如此,还把整个灵性的王国的一切都揭示给他。 所以Brahma的梦文是为了更高的灵性的追寻,而自愿地接受一些苦修。 所以这个五种进化的第一个就是苦心。 那当然了,现代的我们不需要像Brahma一样接受那样的苦心。 我们没法像他一样坐在那儿,然后打坐在那儿一千年。 而是一千堂年。 而且是一千堂年。 但是我们可以为了灵性的进步,自愿地接受一些不变的情况。 所以,五种进化的第一种就是苦心。 所以,五种进化的第一种就是苦心,自愿地接受。 而这种进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探寻我们真正的灵性的身份。 所以我们能够尽量减少去从事感官享乐和活动。 这样的话,就能够真正探寻到我们的真我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Tapa的意思就是要限制。 也就是说是自愿地接受某种限制。 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自愿地接受某种限制和不变的话, 我们就会被迫地去接受限制和不变。 所以最好是自愿地接受。 否则,在死亡的时候,就会被迫地接受这些限制。 而且,那个时候被迫地接受的那些苦心,一点点都没有任何灵性的收益。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得到的所有物质的一切, 不可能让我们带走,带到下一生去。 全部最后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一生只是把这人体生命用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物质享乐的话, 然后我们需要一起开始。 那麽,下一生政府,我们就得一切重新开始。 并不仅仅要重新开始, 我们必须还是要全部重新达制。 我们都要愿意 entendre reactions, 整个分享的即使我们希望我们只先开始。 我们不仅仅要重新开始, 我们还要为这一生所享受过的, 然后带来的色暴而受, 所以我们才说是被迫的最后被限制。 我们这一生当中哪怕是变得那么有钱,那么高兴, 它只会带来的痛苦, 其实,下一生会带来的都是痛。 所以,梳泊文梳泊文苦行的意思就是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自愿地接受。 当人听到了灵魂的永恒的特性, 他就开始明白这一生除了物质享乐, 其实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做。 而如果我们能够为了这崇高的目标, 自愿地接受一些苦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更加地去明白。 那陀佛之后的第二项进化就叫佛陀。 佛陀的意思就是用提拉克来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些标志。 也就是把身体作为一个庙子去装饰。 那佛陀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发光。 当一个人自愿地接受某种苦修苦行的时候, 他就开始意识到,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这个肉体身体。 我是灵性的灵魂。 我是灵性的灵魂。 我这一生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是短暂的。 但是我是永恒的个体。 因此我所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等等一切, 它都是来来去去,是短暂的。 这就是说佛陀佛陀在国家梵歌里说的, 这种短暂的苦乐。 它们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消失了。 这个就像冬季和夏季轮流到来一样, 苦乐也会是来来去去的。 它实际上是因为感官的感觉而产生的。 而人应该学习忍受这一切,不受打扰。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体会的这些苦或者乐, 就像是夏季和冬季轮流到来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冬天到一定时间它就到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它自然就走了,夏天就又来了。 然后夏天来了以后我们就会体会到特别热,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又过去了,冬天又来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生当中, 苦乐它会是来来去去的状态。 所以人应该学习忍受这一切,而不受打扰。 当人了解到这个世界里面的经历,我们经历的苦和乐, 它是来来去去的这么一个特性的话。 那他这个时候,他的整个意识状态就会是特别稳定的。 然后他就开始学习去忍受我们的感官所发出的那些冲动。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一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平静。 他就开始发光了。 等于就是他透过这些生命当中的苦修开始发光发亮。 因为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所谓的痛苦和快乐, 都是跟这个肉体,这个身体联系在一起。 所以刚才谈到的tapa,还有pundra,也就是苦行,还有用提拉克装饰这个身体, 只不过是我们的灵性生活的基础。 它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的,是为了能够控制我们的身体,不要去从事感官强合。 那么下一个进化仪式就是nama。 nama的意思就是绝对真理,krishna的名字。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从事苦行还有pundra,就是用提拉克装饰身体的时候, 他也可以就开始发出绝对真理的名字。 nama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他准备接受这个启迪了, 然后要开始发出绝对真理的那个声音震荡。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要继续地这一生继续地自觉自愿地做这些事情。 那所谓的启迪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我要开始发誓我这一生都要这么做了。 那那个个体在这个时刻那么他发誓, 发誓就是说我要自觉自愿地从现在开始一直不断地做这件事。 然后我要不断地控制自己,不要去从事罪恶的过程。 这个也就是在启迪的时候要发誓。 那么,Krishna说他对于这个人把他接受为就像他自己一样。 Krishna who is within the heart, he understands the commitment made by that living entity。 Krishna,他作为超灵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他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当下所发的誓言。 It is not a mundane vow, it is a serious spiritual vow. 这个誓言不是普通的世俗的誓言, 而是非常真诚的认真严肃的灵性的誓言。 而所有这一切基础于信心。 Shrada means firm, confident faith. Shrada means firm, confident faith. That by chanting Hare Krishna, automatically all my subsidiary duties can be fulfilled. 他相信说,透过不断的吟诵吟唱Hari Krishna mantra, 我所有人生当中该履行的这些职责都会完成。 The living entity has this faith that I will never give up chanting Hare Krishna. 那一个个体是有那样的信心, 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再放弃敏诵吟唱绝对真理的真理。 The disciple takes the vows before the spiritual master, the vows before the sacrificial fire. 那学生就在自己的老师面前, 在其他的奉献者, vowshenava面前, 包括在祭坛, 火祭面前, 接受, 发出那个誓言。 通过这么做, 实际上他就开始让自己切断那种, 只是为了感官享乐而过人生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圣巴巴德在《奉爱的甘露》里面解释说, 很多人都以为起敌就是, OK,我这个灵性终于达到了一定程度, 我现在得到起敌了, 是这种状态。 我做了这个骨形, 我做了这个骨形, 我做了这个身体的这种装饰。 然后现在我就得到了起敌。 但实际上, 起敌只是一个人灵性生活的开始。 这个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我说, 我不知道这个启迪在中文的意思里头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 在英文的意思就是, 开始做什么事情的意思。 。 所以, 这个《奈妈》意思就是, 在启迪这个仪式的这个时候, 开始发下试言。 然后呢, 然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灵性的名字。 这个灵性的名字帮助我们记住绝对真理。 所以,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灵性。 壮有无奉的称为人的名字。 这麽做的目的就是, 不仅仅是在这个仪式上, 所以,當他忘記自己的真實身份的時候,當別人叫名字,他就會記起來說,原來其實我是那個靈性的個體,我並不是這個身體。 所以,現在剛才談了就是在五個淨化儀式裡頭的第三個。 然後,當一個人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努力,越來越穩定地吟衝唱,Hari Krishna。 然後,我們接受了這個Diksha Mantra。 Diksha Mantra的意思就是要接受進一步的淨化。 儘管至尊、絕對真理的聖名可以淨化一個人的存在。 一般的情況下,一個人很難一直不斷地坐在那裡,迎送迎唱。 因為我們的心就會從一個內容跳到另一個內容,一直不斷地在變。 因此,根據我們所遵守的五項進化。 當一個人得到了那個Nama,然後接下來,他就開始要接受一個Mantra。 那他所得到的那個Diksha Mantra,就會幫助他不斷地更加進一步地進化自己。 所以,當一個人可以正確地淨化這個Mantra以後,他就可以開始有資格蟲賴神像。 而蟲賴神像實際上是進一步地進化我們的存在。 因此,我們不是只為了自己滿足自己的舌頭來去烹煮食物,而是為了讓至尊絕對真理高興而來。 因此,我們不是只為了自己滿足自己的舌頭來去烹煮食物。 而是為了能夠賺到錢以後,可以在我們的家裡建立起絕對真理的神廟,然後能夠為他作風。 那當然,當一個人開始真正地崇拜神像,他就得早起,清晨早起。 然後就要沐浴,然後他要去迎送迎唱不同的Mantra。 就這樣,他的生活變得非常非常地有規律。 他不是每天早上一起來,就是忙著為自己的享樂去努力去了,而是為了至尊人的高興而來。 所以,到時候就會得到那個Diksha Mantra。 那個Diksha Mantra的目的是為了讓人能夠正確地去崇拜神像。 所以,這五個內容就叫做Panchasamskara。 這個就是我們在我們的Gaudiya Vaishnava所遵循的五個進化的程序。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最終的核心就是Hari Krishna。 所以,所有一切做的核心都是迎送迎唱Hari Krishna這個偉大的Mantra。 and while chanting the Hare Krishna Mantra, it is stated by Sri Chaitanya Maha Phamu Himself。 這個聖 Chaitanya Maha Phamu Himself, 他説人在迎送迎唱Hari Krishna Mantra。 這個聖 Chaitanya Maha Phamu在主的八十五個內容就說了, 一個人應該懷著謙卑的心態,迎送迎唱至尊主的聖誕。 認為自己比路上的一根稻草還要卑微。 去避免這種虛榮。 願意向所有其他的個體致敬。 那人如果能夠一直不斷地保持這樣的謙卑的心態, 他才能夠一直不斷地迎送迎唱。 Hari Krishna Mantra。 因為迎送迎唱Hari Krishna Mantra, 可以讓一個人完全達到人生的圓滿狀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接受啟迪的人, 他在這個時刻要發下誓言。 所以這就是他談的,在這種啟迪的儀式背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實際上在Gaudiya的傳承裡頭,在這種聖誕的啟迪上, 不會舉行這麼樣的看見很美,很盛大的佛情。 但是聖誕法法德之所以讓我們這麼做, 是為了讓我們在我們的記憶裡印下超然的印記。 Samskara的意思也是深深的印記。 也就是這個印記可以在我們的一生當中, 讓我們不斷地鼓勵我們,讓我們能夠在這條路上堅持不懈地走下去。 所以聖誕法法德就在第一次的聖誕的啟迪的時候, 他就介紹了這樣的一種方法, 這麼一種非常專業的活情。 正是為了幫助要得到啟迪的人, 能夠有一個非常美好、深刻的印記。 每當他在人生當中有問題的時候想起這個, 他可以繼續往前走。 所以這一天是他們應該一直記著的。 也就是這樣有了一個機會在靈性的生活當中, 能夠繼續往前走。 對於接受啟迪的奉獻者來說, 能夠接受這樣的啟迪, 能夠得到一個靈性的名字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有在場的各位應該都為他們感受到的。 大家應該祝福他們。 祝你們在靈性探尋的路上能夠取得成功。 有一次,有一個少年問聖啪不啪德。 他們問他們,如果我這一生我沒有得到成功的話, 你會回來然後接著帶你嗎? 。 彭佩佩說,是的。 彭佩說,是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利用這一邊。 但是你千萬不要利用這一邊。 不要讓你自己的靈性導師回來再帶你。 所以最好你這一生就把你該做的事做完。 這個就是這個的意義所在。 让大家感觉到自己是一种新生的感觉,然后有一种更加的热情。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内心想说,对,让我这一生就把这件事情做完吧。 让我在这一生就能够完成临近探寻这件事情,让我了解自己的真实临近身份究竟是什么。 所以请大家能够祝福今天得到祈福的奉献。 非常抱歉,我讲得那么长。 我希望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帮助。 现在就让他们来发誓,然后拿走他们的面子。 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忙。 好的。 这些是你的。 好的。 好 好 好 所以你今天用英语诅吗 他说你今天发什么事用英文说 他说我用中文说 他说你试着用英文说 没有鱼肉蛋 没有非法的性行为 没有过麻醉就 然后每天念十六圈 谢谢 没天早上晚上洗澡 所以今天的我代表就是这个圣啪啪的还有整个的传承 所以我们接受你为企图的门徒 我给你一个跟达达达尼有关的名字 达达达尼有很多名字 无数的名字 无数的名字 他名字叫Chandrika Chandrika actually means beautiful like the moon Chandrika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月光 好的 你的名字叫Chandrika Priya Thandrika Priya 對,謝謝,謝謝,謝謝,因為想說太久了 我請你別說這些大意,要不然就太久了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現在頭巾用的 可以拿去 解釋是CP 哈哈 這一檔是CP CPL 是CP 哈哈 哈哈哈 我也是 解釋是CP CP很高 你今天发的试试是什么 吃鱼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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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坐午晚上三百米 三百米 所以我代表圣花霸道和整個世故傳承 今天介紹你的熱誠 We have given you a name of something that's very deep. You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is name I'm giving you. You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is name I'm giving you. You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is name I'm giving you. You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is name I'm giving you. That's what I'm speaking about. There is very deep love that Krishna has with his topmost devotees. This very deep love is the highest ecstatic experience that the living entity can have in life. There is nothing higher that when one comes to the platform of Prima, pure love. It means that when one comes to Prima, it is the pure love.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Prima.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Prima is called Madhurya Prima. Your name is Madhurya Pri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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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详加 马踢亚 麻详加 ек晓 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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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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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嘗嘗一下 Tranquik Tranquik Priya Makriya Priya Priya Tranquik Tranquik Priya Priya Makriya P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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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念哈尔菲萨漫卷 P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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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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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